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,曾有不少当红的明星被遗忘,也有不少当红的组合如今早已解散。 早些年的《小虎度》当年出演过不少偶像剧的《飞伦海》,再到曾被湖南弹力捧的至上力合,都曾有非常大的名气,如今因为各种原因所解散的,其实在乐团中还有不少曾当红,如今却解散的组合,今算得上是歌坛巨星的林志炫,当年也是以组合出道的。 25岁的时候,林志炫和李济组成了优势理务组合出道,发行的首张专辑,认错了,就获得了百万的销量,两人的组合是一夜成名,第二年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时火爆,成为暂时销售最佳的专辑之一,随着名气不断的上升,两人还举办了演唱会,一路唱到了新加坡,短短的几年时间,两人就获得这样的成绩,可以看出两人当年的实力和名气非常的大, 只是两人的组合只维持了四年就解散了,就在失业当红的时候,选择退出歌坛,所有人都表示不解,为何要在当红的时候解散呢?原因有很多版本,有人猜测是两人同时爱上了师姐,导致不合而解散,也有人猜测当时林志炫的妈妈身体不好,家里的生意也需要她,古籍不过来所以选择退出歌坛,但一切都是猜测,当年为何要解散,不得而知,幸好在林志炫之, 只是半退歌坛,两年后她再次重回主台,组建公司,发行唱片,开演唱会,给我们不断地带来了动听的歌曲,在华市歌手的舞台上,林志炫的嗓音征服了不少的听众,还获得了当时的第一,圈了不少的粉丝,而当年还林志炫与一起组合的累计,却是卫生地四处奔走,她曾下海商界,但都以失败而告终,她去读了心理咨询师, 毕业的时候遇到汶川地震,当时成为了一名汶川地震的心理辅导志愿者,后来李济投身教育世界,曾经红积一时的两人,如今却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,一人依旧是坚持音乐的道路,成为了巨星,一人却为生活奔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